去登記初選的蔡總統說 她登記的原因 就是說她還是要堅持 尋求連任是因為民進黨需要我 台灣需要我 我願意承擔下一個階段的責任 做總統有三個條件 開條件 做總統不是 隨隨便便的人都能當 不是隨隨便便的人都能承擔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 要熟悉國際事務 所以她出訪 熟悉國際事務 第二個 要能夠不計毀慾 這什麼意思 就是要被罵嗎 第三個是必須是個好隊長 他說這三個答案就是蔡英文 這又是文青體嗎 怎麼覺得怪怪 還是文青體 韓市長說民進黨打假球 他特別也回應了 韓國瑜跟賴清德 這恐怕是他在總統大選 連任制度上最強勁的對手 他說韓市長說民進黨打假球 最後一定是蔡賴沛 蔡總統有回答是說 韓市長要多花點時間在市政上 尤其是趕快把辦公室 還給海洋局 這是昨天一個民進黨 市議員的爆料 說韓國瑜整修辦公室 占了海洋局的辦公室 這麼小的一個事情 是蔡英文總統回應記者 所回答的 不過也滿特別的 另外這個賴院長說 不會有公開的行程 就是暫停他的競選行程 支持總統出國拚外交 蔡總統的回答是說 感謝他 但是事實上不太需要 畢竟初選的時間不長 他應該利用時間說明 參選的道理 左打韓國瑜 右打賴清德 顯然蔡英文現在的戰鬥意志 是非常的旺盛 而且不覺得他有輸的可能 他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態度面對 當然會不會是因為 這30幾席立委的公開力挺 已經有陳明文 管碧琳 陳歐破 陳立委 這些68個立委當中 已經有36個人直接表態 是不是因為這個堅強的後盾 讓蔡總統現在非常的有信心 現在他認為說他這一次能夠爭取 民進黨的連任的提名 是很容易的 其實對於公開表態這個事情 左榮太已經出來踩煞車了 說黨公司不要過度表態 部分同仁日前的動作 被曲解的風險 希望集體動作到此為止 所以可以有個別動作的意思嗎 就是說不要連署在同一張上面 你個別要挺就個別挺 是這樣暗示嗎 好 另外對於這一個風波 陳水扁也說有這麼嚴重嗎 這是他的名言 有這麼嚴重嗎 我還沒聽過 因為初選競爭有別人登記 這樣叫做破壞團結 不要限蔡英文總統於不易 蔡總統今天回答立委的提問 用這樣的方式 一方面感覺他戰鬥力非常的旺盛 好像感覺他也有一點亂了 手腳 不然怎麼會用這麼奇怪的方法 這感覺是被偷襲之後的 惱羞成怒吧 因為他完全也沒想到 這個賴清德會去這樣做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的 最珍貴之處 就是他的黨內的初選 不管從以前在野時代 或現在執政 黨內初選大家辦得有聲有色 而且初選完之後 他好像都有團結一致的傳統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去維持 這個傳統 主動態也怎麼會讓 不要希望黨公子裡面的 過度表態 應該各擁其主 一個民主的社會 沒有被人家嗚起來的 嘴巴的社會 這政黨裡面 我要支持誰 本來就可以大聲講 就像國民黨裡面有支持韓國瑜的 有支持朱立倫的 想要支持誰 坦白講你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黨內都是朋友 更何況以前蔡英文多次 稱讚賴清德 在行政院長的時候 跟他合作很好 然後彼此能夠把政務往前推 顯然看起來過去的講話 今天打了個巴掌 顯然過去的這種想法 顯然不是成為日後合作的基礎 所以說你現在有些人在談說 是不是有蔡賴沛 我覺得不會 我的看法不會 如果要蔡賴沛的話 這個代價稍微高了一點 這個代價稍微高了一點 賴清德如果他以他現在年紀 全做蔡英文的副手 坦白講自斷政治虔誠 你看他現在的副手 陳建仁除了在初選 還有前一年的時候 大家他常常活躍在螢光幕前 當到後三年 特別是為了這兩年的情況 大家看到陳建仁在做什麼 不是很清楚 對 是金門 然後那時候大家還在忙其他事 他去金門 年輕小組的召集人 對 OK 沒關係 就前一年 這兩年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其實以賴清德 現在的政治分量 跟某些獨拜團體 對他期待來說 他做副總統毫無意思 就算你這次被蔡英文拿去 我還是有其他的活動空間 我在初選的時候 我在未來大選的時候 我組織一個助選團 全台跑透透 我覺得民進黨的候選 搞不好歡迎賴清德的多 我知道有一些民進黨的候選人 就是想要參選者 或是一些黨公職員員 雖然嘴巴不敢講 心裡面有點窃喜 心裡的暗暗喜 就是我未來不會出現說 支持某某某 就是支持蔡英文 這樣的布條出現 這樣的布條出現 對於現在要參選立委的人 非常非常的傷 因為蔡英文的民調 過去的十年 十年個民調裡面 沒有拘過第二名的 我們不要講第一名 就連第二名都沒拿過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這樣的一個黨的代表 怎麼去拉抬立委的選情 所以現在大家嘴巴講說 我們現在三十幾個人 來支持蔡英文 但我相信這些人過了初選 當蔡清德成為黨的候選人的時候 大家都會改了 就是我們團結向前 民進黨在初選之後 大家可以對抗 但我們團結一致向前行 但是我反而有趣的是 當賴清德取得候選人的資格之後 但是國家的運作 國家機器還掌握在蔡英文手上 蔡英文的國家機器 會不會幫賴清德 我覺得這是有趣的 然後這樣的一個 馬上下台的頗壓總統 他在國政上面會不會去走顯露 把這個他很熟悉所謂的外交 他自己的專長 會把台灣去做一些推向險境 然後來加強他自己的一些 權力的分量 我倒覺得這是比較值得 值得大家注意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看起來 我覺得如果是現在民調 全民調 但民黨沒有什麼黨員投票 他反正就是全民調 如果全民調不作弊的話 而且是委託公正單位的話 全民調不作弊 全民調不作弊 就委託公正單位的話 我相信賴清德 大概勝出的機率是比較高 所以民調的麻煩是勝出之後 這些的權力的轉換 還有新竹 真的這就算變兩個太陽 兩個太陽裡面怎麼樣去互相 互相去競爭 互相去曬死對方 我覺得這比較有趣 我覺得說是不是真的能夠團結 因為民調基層最擔心的是 賴清德出來選造成分裂 今天本來賴清德 是用非常低調的方法 第一個告訴大家說 你們都不用表態 不要有壓力 第二個告訴他說 總統如果出國拚外交的話 明天開始他要暫停公開行程 而且他也說黨中央 如果因為總統的出訪 要延後初選 他也尊重主席 他什麼都答應 對 希望可能是一場 非常平和的初選 但是蔡英文顯然沒有這樣子想 如果她今天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跟賴清德喊話的話 她該利用時間 好好的去說明她參選的道理 這不就是開戰了嗎 一旦開戰了 所謂的蔡賴沛基本上機率就很低 而且民進黨會不會因為 蔡英文的開戰而發生分裂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賴清德不開戰 反正開戰的是蔡英文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一開始節目 第一段的時候我就跟大家報告 就是韓國瑜民調的時候 我當時就講了 有一個民調是說 韓國瑜很強 但是蔡賴沛比韓國瑜更強 那你們想過韓國瑜搭誰 會不會韓國瑜搭誰以後 又比你蔡賴沛更強 沒有這樣在做的 就是表示說民進黨內 因為剛剛講五人的 這個所謂的小組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五人的勸退小組 希望能夠勸退賴清德 可是觀眾朋友 我所秀到的 都是過 這個叫什麼 過家家是不是 就是只是演一場戲而已 大家看這裡有30 其實當天只有20幾位 後來多到現在有37位了 這些民進黨委員 你看導播馬上Take close 你看他舉什麼 堅持挺小英 團結拼勝選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要合作夠台灣 有沒有講說反對賴清德 或是賴清德退選 沒有 挺英不等於反賴 沒有要求賴清德 要利用時間說明參選道理 是不是 他已經講了 然賴清德那一天 在登記之後所講的 他講得非常明確的 我應該也在前幾天的聲音 我跟大家說了 他其實沒有說他會贏 大家回去看 我負責講 他在領 他沒有講說我來 我就是勝選 台灣需要我 今天蔡英文是文青體 因為為什麼選 因為台灣需要我 我今天參選的理由 是因為台灣需要我 當然他落選的理由 也是因為台灣不需要他 如果他沒有的話 但是我很快把他講 所以賴清德 其實也在講一個事情就是 很多的民進黨基層 告訴他說 總統不會贏的情況之下 如果總統不會贏 現在看起來總統真的很難贏 誰來都一樣 賴清德或蔡英文 但是立委席次不想要大幅降低 他的說法是有兩個層次的 對選民來說 立委的支持者講說至少不要 如果他們不想要簽兩岸和平協議 國民黨如果過半 可能勢不得黨 當時其實國民黨也是這個訴求 民進黨如果過半了 就要統獨共同 跟民進黨不敢走 好 現在倒回來這樣講 第二個訴求就是這些人 這些人現在這個階段 新潮流在過去這幾年 從2008以後 2016特別蔡英文上來以後 新潮流所有國營事業 隔園佔了最多缺 領了最多好處 現在怎麼可能翻臉講 陳菊跟鄭文燦怎麼講說 不好意思 你問大阿哥就算了 好 大家再聯絡 這個階段口會時不至 當然就講說我支持小英 小英棒棒 小英落選那一天就講說 小英 您辛苦了 賴清德往前衝 民進黨一起來 所以就是這樣 賴清德他很清楚 他一開始要告訴你 所有黨公職不需表態 我也不需要你來挺我 他只要顧好他的獨派 李登輝 吳李培 彭銘銘 跟李遠哲 還有孤寬敏這些人 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他的選舉可以一路順暢 重點在於 不要講這60幾個民進黨立委 就算國民黨立委 一起站起來的支持小英也一樣 今天不是比人頭 他是比最後民調 民進黨只要民調 蔡英文現在去的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什麼事情可以讓他的民調 贏過賴清德 像會員選長剛剛講的 會不會藍贏選民 全部唯一支持蔡英文 這樣子我可能會翻轉 但如果沒有發現這個 因為我相信 因為現在我還不知道 民進黨的最後的民調內容 戶比跟對比 你可以不放進柯文哲跟韓國瑜嗎 一旦放進韓國瑜的時候 你要期待藍贏選民 我明明看到蔡英文跟韓國瑜 我還說我要支持蔡英文 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就會趨近於現實 趨近於現實的情況之下 賴清德民調要贏過蔡英文 他才是合理的狀況 所以不管是4月17 還是再多幾天 很快的時間到了以後 這一場民進黨內就會結束的 可是民進黨的結束以後 定義一尊 很快他團結收拾戰場以後 他會一致對外 國民黨一直沒有辦法 完成一個整合 然後確定人選 這才是國民黨的危機 還不一定2020一定有